嗨,宝贝们,欢迎来到格子匠讲会本。 今天,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会本是《神奇雨伞殿》。 有一天,小猪在树林里散步时,突然看见了一家神奇雨伞殿。 嘿,狸猫大叔,神奇的雨伞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? 狸猫回答。 你,只要一撑开我这里的伞,就会发生神奇的事情。 来吧,你撑开这把试试。 嗯,好的。 小猪一撑开伞。 哇哦,原来是画着小鱼的伞。 小猪笑嘻嘻,开心极了,突然。 哇,怎么回事? 天空竟然下起了一条又一条的鱼。 怎么样,小猪,很神奇吧? 可是,当小猪一收伞,真是不可思议,鱼全都不见了。 小猪,这把伞着一收伞,神奇的力量立刻消失。 现在,我手里的我手里的这把伞会变出很好吃的东西哦。 狸猫大叔一边说,一边把手里的伞撑开,啪哒。 诶,这形状,难道是,哇,一个布丁,太神奇了。 可是,当李猫大叔一收伞,呀,真不可思议,布丁全都不见了。 神奇,真是神奇,真是太神奇了,李猫大叔。 我要把这把,那把,还有这些,那些。 说完,小猪背起了好多把鱼伞。 李猫大叔对他说,小猪,谢谢光顾,这把黑伞,就当做礼物送给你了。 遇到困难的时候,记得用这把伞哦,黑色。 好的,李猫大叔,谢谢。 倒完谢,小猪就笑嘻嘻地走了。 小猪穿过树林,来到了草原上,遇见了小兔子。 嘿,嘿,小兔子,这把伞很神奇哦。 说完,小猪就啪的一声,撑开手中的那把伞。 喷,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呀? 这个是虾吗?这是鸡蛋吗? 小兔子才刚说完。 哇,天上居然下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寿司,看起来好好吃耶。 小兔子正说着,突然,从草丛里那里传来。 哇,看起来很好吃,应该就是你们两个吧,嘿嘿。 一只大野狼冲了过来,小猪立刻收起伞,和小兔一起逃命。 不过,小猪跑不快呀,很快就会被大野狼给追上了。 救命啊,救命啊! 小猪啪的一声,撑开了礼貌大叔送给他的那把急救用的伞。 突然,四桌变得黑漆漆的,而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天而降。 呼呼呼,仔细一看。 哇,是妖怪,妖怪,天空下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怪呀,数都数不清的妖怪,救命啊! 大野狼哭着逃走了,小猪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不过,他自己也好害怕呀,所以,他赶紧收起了那把黑伞。 结果,嗖的一声,妖怪全都不见了。 嘿嘿,现在妖怪都跑了。 啊?大野狼立刻转身往回跑。 啊,怎么又追过来了?这怎么办呢? 嗯,怎么办呢?哎,又无了。 一说完,啪的一声,小猪立刻撑开了一把,画着小猪吐暗的伞。 哼,这样你就不认识我了。 天空下起了一只又一只的猪。 大野狼开心极了,这么多的猪从天而降,它一直接着一直地抓呀,抓呀。 看来今天,要吃猪有大餐了。 大野狼把所有的猪统统抓回家,然后,哇哦,我要开吃了。 正当大野狼准备大吃一顿的时候,草原上的小猪搜的一声,收起了伞。 咦,怎么回事?我的猪呢? 好了,宝贝们,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会本,欢迎关注鸽子酱讲会本,鸽子陪你一起成长。 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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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。